一天的健康就从蔬食开始 欢迎收看蔬食够健康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主题叫 剩下麻辣仙草丼 我觉得有一点纳闷 组合不太起来 剩下跟仙草丼一定组合得起来 因为看到这个仙草我们会怎么做 就是把它切一切然后加糖水嘛 可是今天看到所有的佐料都是辣的 我真不知道它到底要怎么拼起来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饭店的主厨是姚仙老师 老师好 主持人好 这两个到底怎么搭 是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我去四川 去了八个多月 它叫做百川百味 就是所有食材都可以入餐 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 对 可是我们既定的先入为主的观念 仙草就是冰嘛 对啊 对啊 它吃体会 对啊 尤其是夏天大出 那把它跟这个 茶辣味 好奇怪 对对对 不过老师出手的东西一定是赞的 这是很特别 那因为其实我们的五行里面仙草 就是夏天是盛产 是 因为夏天正热 对 所以那时候我们去买的仙草 几乎都是扎扎实实用仙草去扫的 对 对那一般卖仙草也是只有在夏天才会 大部分对对对 只会夏天会看到 对对对 可是就是我们都是吃甜的 对吃甜的 那我们现在 其实我们现在人对于甜食慢慢的在拒绝 甚至于排斥 甚至于减少 对 那我们就发一个不一样的想法 我们来做咸的 对把那个传统把它打破 对然后来做辣的来做我们叫开胃的 所以看到辣的会让人家觉得很兴奋 因为其实我蛮喜欢吃辣的 它味道都会 对 尤其是这几年我们的饮食习惯改变 大家对于麻跟辣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对没错没错 尤其是麻加辣 麻辣火锅啦对不对 对对对 甚至于是单纯的麻 对 有有有 对不辣麻 我吃过一种锅 它真的就是单纯的麻 对 确实是 那个味道很特别 对 对然后吃起来让人家是觉得很舒服 是 因为辣有时候其实有一些人不能接受 那逼汗的重点就是让你去湿 其实你虽然流汗 但是你不会不舒服 是 你反而会觉得身体负担减轻了 对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 就好像我们去运动 对对对 完全不一样 不错不错 那因为今天比较特别就是 我们大家在家里不会做油波拉子 用买的 对用买的 那买回来有的好吃有的不好吃 是是 有的香有的不香 没错 然后有的很奇怪 所以买到不香了 就赶快勉强把它赶快用掉 是是是 那不用我今天我简单的教大家 因为它的其实做法非常简单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要教油波拉子的做法 对对对非常简单 太好了 太满意了 那首先我们这边就是用 这个油的量原则上是我这边辣椒碎的三倍 三倍量 对那我这边就是先开火 可是老师我这个油要用什么油 我建议就是一般的沙拉油就好 最多最多 如果想说要好一点 那我们就用葵花籽油 所以不要用什么橄榄油 不要不要 因为橄榄油它不宜高温 而且橄榄油它本身的油里面有味道 像橄榄油啦 玄米油啦 对 这些它本身都有味道 所以不是 它会影响到我油波拉子酱的味道 所以反而沙拉油是比较 对 最没有味道的油 而且它的耐温程度也比较好 所以它是我们这个碎辣椒的三倍 原则上是三倍 对 那因为油波拉子要香 其实它是重心香料 所以我这边会准备葱段 切这么大段 对那因为我是要炸葱 取香味而已 那葱段 冷油就下锅 对啊 我就想说奇怪了 冷油就下锅 这个锅子都还没热 因为我要把它炸到头 然后去腥的姜片 四到五片 然后整颗的蒜仁 那整颗蒜仁它因为它会有大小颗 是 所以我把它切成 全部都一样大 它才能一起炸好 是 就大小都要一样 对大小的把它取一样 然后直接下锅去油炸 等一下这一些我要捞掉吗 要 这些我们等一下捞掉 就直接把它夹起来就好 所以老师你是现在是要 这个沙拉油里面是有 我要葱 姜 蒜的香气 那葱姜 蒜的香气 它是很单纯的三香 对 就是三种特别新香料 是 那我们这边准备一个大碗 那大碗首先我们就是把 粗的辣椒碎 那其实它就是工饱的干辣椒 下去打碎的 工饱的干辣椒下去打碎的 对 所以我们仔细看 它里面有辣椒籽跟辣椒皮 对 皮 这一大盆很多 对 那其实它油冲下去就不见了 那第二种就是要细的辣椒粉 细的辣椒粉 对 细的辣椒粉 那这个比例差不多是1比3 你所谓的1比3 是细的辣椒粉1 因为细辣椒粉其实它会辣 对 粗的辣椒粉它不辣 那如果我们喜欢焦麻味 我们就再放一些花椒粉 我很认真在记了 因为这道油泼辣子是我们家很喜欢的 然后单纯的香料 我们如果家里有13香 或是中央行配得到13香粉 对 就加些13香 如果没有最简单的就是5香 5香粉 5香粉 那这个5香粉的比例好像跟刚刚那个辣椒粉差不多 对 原则上就是1比3 对 我们是以粗辣椒碎来做品牌 那花椒面的部分就是所谓的花椒粉 这就看我们大家对于焦麻的接受度 那原则上我的比例 因为既然叫油剥辣子 所以我的花椒粉一定会比细的辣椒粉还要少 少一点 少一半 少一半 对 那在这边 当我全部拌匀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闻到香气了 对 那个5香的味道 对 它是很野很重的 那它才能干出全部的味道 那我们这边在炸油 原则上它开始在冒泡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的油温只有在60到80度左右而已 它这样就会冒泡了 对 它就冒泡了 它的油温度现在还很低 对 那我们就开定温让它慢慢去炸 炸到透 这个定温就是小小火 小小火 让它慢慢去炸 那整个要把它炸到金黄色 对 然后到时候就是这个油直接冲下去 对 这个油直接冲 但是因为它直接冲它的温度太高 那我里面的粉会烧焦 那我因为 其实为什么要有粗有细粉 其实这是有原理的 我的油温冲下去之后 粗细程度不一样 所以熟度跟烧焦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那怎么办 所以它就会有很多层次的香味 那我们避免它冲太热下烧焦 对 所以我这边又准备了一点点的冷油 那冷油的量 先一下 对 我就是直接拌在这边 那冷油的重量差不多是我粗 辣椒碎的重量 重量 对 重量 所以老师你现在下去 它等于是在保护你刚刚讲的细粉 对 不会冲焦了 那我这边把它整个拌匀 我刚还以为就直接这个下去就可以了 不行 这样这一锅就烧焦了 这样我把它拌匀 那拌匀了之后 它就变成整个就凝固了 对 那等一下我热油下来的时候 它才不会烧焦 对 所以因为冷油它会保护它 对 没错 这个方法很聪明耶 所以我们很多在家里在做 奇怪 我一样也是这样子做 怎么就是烧焦 不然就是不好吃 不然就是好苦 那我是从来没做过都直接去买 可是就是像老师讲的 你买到的每次品质都不一样 对 而且最主要是它有大小罐 对 那我如果吃不完 其实它到后面会有油耗味 那这个取决在我都是 现在我自己可以决定的 我想要做多少 而且就这样拌一半而已 感觉很简单 那我们开始发现 我们的葱姜蒜开始变成金黄色 是 那慢慢这油里面 就开始有葱姜蒜的香味 香味出来了 那我们准备筷子 筷子 那等一下这边炸好了之后 我们就把它夹起来 先夹掉 对 然后这些要全部冲下去 对 这边全部冲下去 我每次都觉得 好像这个油泼辣子很难 可是如果照老师这样讲 其实很简单 好简单的 对啊 被我讲完什么都很简单 对啊 所以观众朋友不看 不看那个 不看节目怎么行 像有时候我在那边查油泼辣子 看到那些文字运作 很复杂 对 它很复杂 我就觉得万一我做失败 那不就整个都毁了吗 对 对啊 所以干脆用买的比较快 其实用我们自己做 这个时候我们的变化 就越来越多 是 你自己要多麻 对 你想要怎么样的香气 就怎么样的香气 那这边 我们看到蒜头 已经开始变成金黄色 对 这边开始变成金黄色 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 都把它挑起来了 那油温呢 我的习惯会抓 一点点的辣椒汁 直接放下来 你看 对 它会很剧烈的就是有泡泡 是 其实这样我的油 冲下去香气就有了 而且又不会到过头 是 所以老师刚刚有在调那个 就是 当它已经开始冒泡的时候 老师就已经调了 我就把火再转小 对 让它一直维持定温去上升 那你会发现 我们的葱已经炸到整个 都是酥 然后金黄 然后这边 就开始夹起来了 对 我就夹起来 但是夹起来的时候 不要急着关火 因为你现在关火 它就降温 是 降温它就会把油再吸回去 这葱姜蒜里面 那我为了要避免含油 对 所以我就直接 赶快把这些东西夹起来 这样就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老师还没有关火 对 因为我不希望把油再吸回去 对 这就像有一些人炸东西或什么 他最后他会把火再开大一点 把油吸出来 逼油 对 可是老师都是维持它的油温 对了 然后偷偷告诉你 这东西不要丢掉 下次卤肉的时候加下去 好香 对 我刚才想问你说 我这个是不是 可以撒一点胡椒 我就可以吃了 可以 可以 这个撒椒盐吃 或者是 我要做菜的时候 这个好香喔 真的 我要做菜的时候 直接把它当成一个辛香料 直接放进去 直接倒下去一起煮 像我如果要卤豆干 对 然后要卤一些海带 好 然后像豆包 这些本身没有什么味道的 我就把它丢下去一起卤 哇 所以你看 真的是 教你做油波辣籽 还把这些东西就直接不浪费 下一次又产生一个更好的菜 对对对对 那我们这边好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 放在这里 我们这边开始把热油 整锅冲进来 对 然后就整锅冲进来 然后不要一次冲太快 对 冲一些之后稍微搅拌一下 它的温度才不会集中在一个点 而且它下去会冒 有点冒泡泡 对 所以 因为它毕竟还是有水气在 对 那它这样才会有冲的香味 这样下去一下高温的那个香气 才会出来 哇 香味出来了 对 香味马上就出来了 是 所以老师分了三四次这样冲 对 慢慢冲 逐步冲 原来油泡辣子这么简单 对 那它这边 整个冲完了之后 就把它拌均匀 那像这样子 如果我要保存 我要怎么就是用玻璃罐 对 用玻璃罐 然后偷偷告诉你 它连冰都不用冰 不用冰啊 我还想说问你说 是不是玻璃罐 然后我就放冰一下 不用冰 因为它的油会隔绝空气 是 所以它的空气不会进去 它就不会坏 哦 这个好 哇 好香喔 现在现场好香喔 我慢慢已经接受那个仙草了 对 因为是这个油泡辣子吸引我 那我们这边就 加什么都没关系 就放着让它去沉淀 那等一下它就会有很漂亮的 辣油的颜色发出来 哇 真的好香喔 那 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东西 一个油泡辣子 一个是炒过的那个 那个葱姜蒜 对 我下次还可以直接拿去 比如说你要乳豆干 是 或者是炒菜都可以 对 那这边接下来就是 仙草我们要做一个仙草的酱汁 油泡辣子有了 还有一个仙草的酱 好 那仙草的酱 因为我拿这个是准备要产摆 因为我就想说 差不多可以吃了 对 那因为 因为仙草其实它是没有味道 它也不可能再入味 对 所以我们的油要香 酱也要香 是 所以我们这边做酱 要先让它一个蒜末 好 来 我们这边 一个蒜末 蒜末 然后 酱油吗 油膏 就一般的酱油膏 素豪油可以吗 也可以 可以 可以 那 差不多 素豪油膏 或是油膏的二分之一的细砂糖 所以还是要糖 要 对 然后 这边再加水 加水 好 对 水加 刚刚素豪油膏的二分之一 好 那我们这边把它拌匀 那因为细砂糖它不容易 马上就融化 对 正想问你 所以我们要先调起来 让它去融化 它在冷水里面它一样可以融 会 会 所以一定要用细砂糖 如果你用二砂就有可能 它的甜度就不一样了 而且二砂糖还有一个不一样的香气 那这边好了之后啊 我们就静置 让它去融化 所以让它等它一下 对 让它去融化 那我们这边就准备来处理我们的仙草 我们的主角来了 我本来不太想理它的 因为我觉得它是咸的 怎么样都不对 对 就很奇怪 对 现在我为了想要吃那个油泼辣子 是 我觉得你加什么我都可以接受 那 那仙草啊 因为它很 它是不容易入味 是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切得细 像我在菜市场 它通常有一个那个格子的 对 然后它就直接把它放下去了 对 那我们这边不一样的是 我们直接就从这里 先切片 对 我们把它切成片 它就这样薄薄的一片一片 那我们在家里当然不需要说 一定要切得多细 没有 我们要学你 我们就是要学你 那因为仙草它 其实它很好切 那你知道我在家里怎么做吗 我就直接切一块 放到碗里面对不对 用汤匙 用剥 剥一剥 汤匙或者小刀 直接去乱化 可以 可以 我这是我们今天要请客的时候 要 给客人比较有feu 对 就不一样的 可是有时候我觉得 在家里你把一个料理做的 看起来就是很高级 然后很精致的样子 我觉得家里的人一坐上餐桌 那个眼睛都会稍微亮一下 其实自己心情就很好 然后当他们吃完的时候 哇 我觉得有时候现在很多人在拍自己做的食物 我倒是觉得拍空盘 我觉得比较好一点 那这样子切 原来上我是手悬空 我就是直接 反正仙草都这么黑也看不清楚了 是 所以你手也不要靠过去了 对 我们就直接慢慢的这样子 跟着过来 是 到这边结束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仙草它是这样子一丝一丝 好漂亮喔 它是这样子一丝一丝的 这个让我 又想到一个甜点了 就是有点像那种类似摸摸渣渣 或是泰斯那种甜点 它就这样子一丝一丝 那所以我们在夹的时候 有可能会变成类似仙草面 是 对 那像我那样子把它放到碗里面 乱切一通就搂掉了 但是这样子 其实整个都黑的看不出来 夹起来就看出来了 对 这个就是在吃的时候 人家一夹起来就 哇 切成一条一条 对 它会觉得一个很不一样的视野感 其实这个有个偷懒的方法 就是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盒子里面 它完全都不会动 对 然后我直接画直的 然后画直它就变成很薄很薄的 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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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这边 好漂亮喔 它就一个很有视觉感的仙草面 是 那好了之后我们就 这个是刚刚静置的 对 静置 对 然后你会发现它的颜色不一样 对 好 那我们就直接 也是黑的啊 对 然后酱汁再上来 这个喔 如果你不讲的话 搞不好有人 你端上去 搞不好有人觉得它是墨鱼面 是 对 然后大家会很好奇这是什么 就是啊 然后这边啊 所以以后就不要讲仙草 就好了 这很特别的是 你看喔 我们的红油已经是 在上面 对 我们有没有白色的盘子 我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喔 我们的红油已经是红色了 对 哦 那个就是刚刚那个 对 红色的那个辣椒碎 那这边 要用之前啊 记得把它拌均匀 因为它会沉淀 是 到时候 除非我们只想吃油 哇 所以这整个油破拉子这样上去喔 对 哇好嗨喔 真的 这个 这个拿来拌面 其实也非常好吃耶 超好吃 所以就不用再去买什么撒瓜面 这个油破拉子一上去 不用啊 加一点酱油一点醋 哇 不得了了 对 好 最后 再一些 哇 好丰富喔 白芝麻 这个是白芝麻 老师你没有听到我一直在吞口水 其实香气很浓耶 对啊 好兴奋喔 觉得好像赶快 这个用汤匙吃 还是要用筷子吃 都可以喔 都可以 哇 这是最后 最后这个是花生碎吗 对 花生碎 它就是不要客气 对 这应该是会 直接拿大汤匙 直接拨到自己的碗里面去 是 是 是 不是这样吗 那最后我们才会加上一些 装饰 那如果喜欢香菜的 我们会再放香菜 那这个是什么叶 这是酸膜 酸膜 它会有一点点微酸 然后有一点点香味 这摆起来就不一样 还蛮特别的 对 这个令人兴奋的一道菜 从刚刚一直怀疑 满脸问号 现在真的是好期待喔 对 这样子 我们就简单的就完成了 这个是剩下麻辣仙草丼 是 开动咯 哇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真的运气很好 我觉得这道菜呢 超特别 我刚刚已经忍不住呢 自己有先吃一下 一定要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它入口的那个 一点点稍稍的咸 可是呢 其实它有一点 有辣 有麻 有香 那我觉得这个仙草 倒是真的是 完全颠覆我的想法 对 它很特别 它反而在嘴巴里面 最后它进去那个仙草 因为它是条状 所以你还是会去咬它 对 是 是 它反而有让那种 就是让你冷静 别人 因为你吃到那个 油泼辣子的那种麻辣味的时候 是 整个味蕾会很兴奋 对 它会很调动 对 然后结果那个仙草 一下去的时候 真的是感觉 就把整个情绪把它拉回来了 然后最后呢 留在嘴巴里面的是 一点点的仙草味 还有就是 永远还在 现在还在嘴巴里面 那种麻麻的那个味道 对 油泼辣子的整个香气 都会一直残留 这道菜老师说 在餐厅要卖300多 观众朋友 你光那个 老师刚刚的那个油泼辣子 只有用几瓢 对不对 还留了一大盆 所以你看 如果你自己做的话 你看能省多少钱 而且这一套 你不讲它是仙草 其实有像乌龙面 像那个墨鱼面 墨鱼面 真的是会让大家 就是眼睛为之一亮 吃了呢 就是今生连连 观众朋友 一定要动手做做看 非常谢谢老师 今天带来这道 谢谢 剩下麻辣仙草丼 动手做做看 我们先给大家看看 谢谢愿者 谢谢愿者 谢谢愿者